很大原因就是因为这段小小创期 其实是个失败的创业经历 这真的是很失败 那其实我这个经验呢 我分享到来呢 其实也是有很多很值得 各位学习的一些经验 人生经验的 我现在就和各位分享一下啦 希望以后各位少走 我这样的一个弯路 哈喽各位打听到车视频们大家好啦 那我们所有人等待一久 阅读暑假 终于正式上架啦 那为什么那么长时间以来 我一直那么执着于阅读暑假呢 因为反过我这几年的学习生涯 包括现在的科研生涯以来呢 如果要我收出一个产品 对我的学习帮助最大的话呢 那毫无疑问的 就是这样一个阅读暑假了 那我们先来谈一谈 阅读暑假对我们的学习 或者科研生涯会有什么帮助 那之后再来和各位谈谈一个 各位一直很喜欢我谈的东西 就是关于我两三年 哦对其实已经三个年头了 时间真快 我三年前这个小小的一个 我自己定义了一个失败的创业 经历的一些总结啦 这也是很多人希望我去谈的 那我们现在先来检略谈一谈一下 那因为这个阅读暑假呢 后面的这个设计呢 是能够调节成任何一个 你喜欢的一个角度的 那当我放在这边之后呢 那这时候我就会把我的课本打开后 放在这边这样子支撑着它 那不过当然首先先自己的 阅读的吸收一遍啊 我就会放阅读书架上面这边读 那我相信如果之前有使用过 阅读书架战士们一定都会有一个共同点的 如果你没有使用过阅读书架 你感觉不出来 但是一旦你使用了 当你在某些时刻你发现 你忘了带上你的阅读书架 比如我之前经常忘了带阅读书架 结果就去了图书馆 或者去了院系自习室 当我打开我书架放的时候 当你看一段时间 你就会发现你的颈读会变得特别难 特别不舒服 只有这样子将它立起来 找一个适合你的角度 这样子去看 这样子去做这些笔记 你可以看这些满满上面都是我当初做的笔记 都是利用着阅读书架来辅佐我完成的 不然我颈读就飞了 在吸收完了之后 就开始做我的复习师笔记 这时候我就会在这边去做我的笔记 但同时呢 我的书就必须这样立着起来 这样子我就可以很轻易的看着它 这样子去做 这样就是一个我最理想的一个学习的状态了 当我忘记带阅读书架的时候 整个学习效率整个状态是特别的糟糕 甚至我之前在 我都已经骑车到图书馆了 发现忘了带阅读书架 我都会刻意的骑回我的宿舍 拿上我的阅读书架 才回去开始窒息 那现在到了研究生嘛 就比较没那么多课本了 那我现在更多的其实就是看文献 那可能也是本科看iPad看太长时间了嘛 我也不清楚 但我发现我现在我看文章呢 看文献呢 我不能够完全全程在电脑上面看荧幕 我整个眼睛会特别难受 所以我都会将它打印出来 那打印出来之后呢 就理所应当 就一定会放在阅读书架 那边这样子去看 这样整个人的整个感觉 整个颈椎是很舒服的 包括我在敲我的代码建立我的模型时候呢 我也会将它放在我身边 这样子去看我的这些参考文献 这样子去看看看 然后继续编编编 编完又看一下又编编编这样子 整个效率是特别的高的 那在我没有在看文献的时候呢 我其中一个最大作用 就会配合我们的这个打天下日成本 那比如说其实我今天任务真的是很多 写满了我今天要完成任务之后呢 我就会将它放在暑胶上面这样 就在一直立在我的桌子上面 无论我在做任何东西都好 我就一直去盯着 哦我今天还有哪几项任务要完成 哦我五项任务 完成了一项 拿上我的笔 花一条线剩下四个 继续干活继续干活 就一整天就盯着我今天的任务 不去想其他的 不要去想下个礼拜还有什么任务 就这样一直盯着 这样我就会很清楚 我今天有几项任务要完成 就一个都不会落下的 他就这样一直陪伴在我的身边 完成我一整天的任务 所以这几点呢 相信我阅读书架 将会成为你们学习 或者科研道路上最好的朋友啦 那这次阅读书架 和上一代其实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整体上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主要就是换那个 更好的木的材质而已 那还有当初很多人给我一个很大的反应 就是他们用的那个阅读书 感觉不到是在打天下 没有办法跟着 像我们这些所有打天下的 战士们这个大家庭一起奋斗感觉 所以这次我就弥补当初遗憾啦 我就把这个纵横天下的字 我当初一直在用的这个logo 把它刻回上去的 还有当初这个锦糖的这个字 那其余所有的结构和当初也是一样的 那我们当要用电脑作为一个电脑支撑的时候呢 也可以切换成这个电脑支撑模式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电脑放上去 也可以很轻易切换成阅读模式 接下来可能跟上一代比较大不同 是这次的所有的这些小细节 这些东西要做的之后会比上一次更好 那具体的原因 我们在接下来我上次创业失败的一个 总结里面会提到啦 但这次全都进行改善了 所以也想要用纵横天下一个读书架 跟着我们的脚步一起打天下战士们啦 可以在评论区就可以找到 这样这样的这个天貌 以及近东的这个商店啊 就可以进行购买啦 现在就已经上架了 那这次的售价就是179块9啦 那主要还有一些提升原因 就是因为这次采用的木质比当初更好 然后还有一个更大原因 就是我自己的原因 就是我现在的热度已经不复当年 我已经没有当成那么大的流量了 所以我就没有什么筹码 去和厂家压价钱 所以有很大的问题还是在自己的身上 然后最主要就是有了上次卖 这个打天下日成本的经历之后呢 我就深刻的感觉到采用最好的材料 卖的稍微贵一点 但是我卖完了这本书之后呢 我没有收到任何一个关于产品质量的问题 所以就让我更加决定了 不要为了去卖的便宜一点 而采用一些没那么好的材料 我相信我买这个日成本的战士们呢 你们可以在弹幕前报道一下 它的质量是不是真的很好 没有一个人对它的质量有任何的抱怨 那这次其实我的成本其实也是很高啊 那因为有签了合同不能透露 但是我可以跟你们说高到什么情况 我这次其实只做了一千个货 那卖完了之后如果需求还是很大 我肯定还会再做啦 那但是现在我只做一千 但是这一千呢 它的整个订货的生产成本呢 全都是降降的公司在帮我垫的 整个制作费实在是太高了 我自己也没那么多人民币去付 所以都是降降的公司在帮我垫付了 卖了后再还它 如果卖不完我就得赔它钱了 所以它的材质是好到这种情况 它的材质配得上它的这个价格 甚至包括如果你们去淘宝上面搜一下 又读书架 只要是10目的价格其实都是140 130 甚至贵一点呢 北美FSS的都卖到260块的 所以各位记得去评论区 去降降的天猫商店以及京东商店进行抢购啦 好啦那接下来我们介绍完暑假 大家可以正式的好好谈一谈当初我的 我个人订阅一个失败的经历啦 那为什么我当初三年前卖了一个读书架 一直到现在 其实这段期间一直都有很多战士们私信 我说想要购买 那为什么一直不在做呢 其实很大原因就是因为 这段小小创新其实是个失败的创业经历啦 那我可以直接把结果告诉各位 因为现在已经过去那么久了 我就可以把我的所有成本啊 到处销售价之类的 全部让各位好好地分析 不要我是有多么的失败 接下来就到批斗环节啦 好啦那当初呢 我一共是卖了一万三千多个月读书架 听起来是很诱人 其实我也挺羡慕当初我的流量 当初确实是能卖好多 不像现在我只能够做一千个而已 因为我摆烂太久了 专心来科研不好好拍视频 因为当初我卖了一万三千个月读书架 但是我的利润 总之我最后赚的钱分到我手上了 也就才不到五万块钱 你们想一想这有多么的失败 平均到来我每卖一个月读书架 我才只赚了几块钱而已 这真的是很失败 你们可以去网上搜索一下 有哪一个无论是卖任何产品 或者是直播带货的博主 能够卖了一万多个产品 而分到他手上也就才五六万 换来是我一年的无休的在工作 才赚了这笔钱 说实话我去打工赚的钱 我比这一个还多 真的是很失败 所以主要是这个原因 当初到现在我就一直没在做了 但其实我这个经验我分享到来 其实也是有很多很值得 各位学习的一些经验 人生经验的 我先就和各位分享一下 希望以后各位少走我这样的一个弯路 那这里也可以补充一下 就是当初你们看我月读书架 卖的很贵 当初有很多 我卖的怎么一个木座的东西 都卖130多 但是按照现在 不过当然还有很多额外的亏损 但是anyway 全部加加减减 算到来呢 我一个月读书架 才能赚几块钱的情况 你们就知道 其实我并没有赚很多 因为那个成本材料真的很好 ok那我总结到来呢 因为我这期视频是没有写稿的 我现在生活着那个点太忙了 我就临场发挥了 所以可能整个视频逻辑结构 没那么好 那我总结我整个经历里面的 目前最大的一个感触 能学到最大一堂课就是呢 专业的事就让专业的人去做 适当的把你一部分的利润 分给专业的人 让他们去做他们专业的事 不要什么都自己来干 那你们如果有印象 在我当初在做第二代月读书架之前 我其实是卖着第一代的 但当初第一代我没记错 我的销售价格也就几十块而已 那那时候呢 其实我就是已经有个厂家在生产了 我就跟他们订了一大批货 在上面刻上我自己的字 我进行一个转卖 那时候我只卖几十块钱而已 那也是六十多块吧 我没记错的话 那时候我赚的钱远远超出 我卖个一百多块的月读书架 月读书架卖到来 最后我一个才赚几块钱 而那时候我才卖个六十多块 就读书架 我的利路率远远超出了一百多块 所以这里只要再次跟各位强调 一百多块 是因为它的材质真的很好 我其实我完完全全给 像当初这样卖个六十多块的产品 我赚的钱比百多块更多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 它的材质确实不达标 质量确实不太行 那anyway 那当初第一次这样卖嘛 我是这样子这样转卖 后来我们就遇到一个大问题了 那个厂家呢 他看着我跟我一个助手 我们两个大学生刚刚出来创业 两个大学生出来创业很好骗 他就欺骗我们 他就自己修改了那个订货量 修改那些收据 他就跟我们说 比如说他明明只发了三千个货给我们 但是他修改那些收据说 他已经发了五千个给我们 让我们多补剩下十几二十万给他 他把那些证据全都弄出来了 我去 所以怎么搞 看着我们两个大学生好骗 后来这件事其实也处理了好久了 后来我们也找了律师来处理了 律师那边也花了很多钱 总之最后他看到 哎呦律师也来了 后来也处理了 他就发现我们两个大学生并不好骗 然后就不了了之了 最后闹成这样了 也就没办法跟他们合作了嘛 所以才会有第二代 开月读书家的诞生 第二代之后呢 我们就想 哇 竟然我能够卖那么多 其实我也是挺羡慕当初我的流量 当初随便拍个视频都几十万播放了 现在已经一去不复房了 自从专心搞科研后 但anyway 总之那时候呢 我就觉得 哇 我能卖很多这样 我为什么这样子去让人家生产呢 我刻个字啊 我在卖 他还可以赚很多钱啊 我不能把所有利润都揽到自己的身上 我从生产 设计到生产到什么 全部一条龙自己做完呢 这样我不是可以赚更多吗 就不让别人赚钱了 OK 有了这个想法了 悲剧就诞生了啦 从设计到生产到什么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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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一条龙自己做到完 结果就搞得自己整个人很累 但是哪怕再累都好呢 最后也做出来了啦 但是呢 就会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主要有两点吧 其中一点就是 我们两个大学生刚刚创业Muse 也不知道一个产品 从生产到上架有好几个流程 其中一个最关键流程 就是品质打空 得专门请几个人 就专门的对每一个产品的质量 进行非常详细的测试 确保没问题了才上架 但是我们不知道要做到这一点 是我助手很快速的这样看的 结果就导致 12大学读书教的换货率 退货率非常的高 而且因为我们已经确认了收获了 所以最后再亏损 是不能够找厂家理论的 得怪在自己的身上 我们的品质没过关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有一个很大原因 为什么品质那么不过关 很大原因就是因为 这次当初觉得骄傲 自大了 我觉得我们得找个很newbie的厂家 结果我可以说是 他们说的生产里面最小的那一个 他基本对我们就是爱搭不理 完全不理会我们的情况下 比如订好了这个日的交接日呢 一直在拖一直在拖 那各位如果还记得三年前呢 我一直崩溃的情况呢 我还在直播间哭了 明明各位已经下了很多单了 我已经承诺了这一周要发货 结果这一周没法发货 还得延迟一周到两周时间 很大原理就是 他们根本不把我们单回事 我们的厂量太小了 我也很笨 没有想到在合同上面 对我们的权利进行保护 所以那时候呢 就有好多人下了单啊 我好长时间都没法发货 结果就导致很多人 退货那边有好几十万了 就等不及了 就去退货退货了 但是哎 我们一直在催他 他也对我们爱搭不理 都不回信了 不理我们 因为他其他人定当时 好几十万 好几十万这样下单 我们这几千几千 在他眼里完全不止一提 所以就当初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他们做了产品而已 也就是很敷衍的这样去做 所以品质也非常不过过关 不过这个当然也不能够 完全怪他们 大部分还是我们的问题 我们没有想到去 请一个品质把控 去好好的检查检查 所以这样子的 7788整理到来呢 后来也发生了 我们的那个快递员 把我们的货偷偷的拿去倒卖 也就是诞生了 后来呢 我让很多人 让很多战士帮我去举报 一个淘宝商店的原因 总之anyway 这那么多708乱的东西呢 其实总结到来 一句话就是 管理出了很大的一个问题 这也无可避免 因为毕竟我是个理工生 我的助手他也不是念 商业管理之类的 所以我们对于管理出了很大问题 包括客服之间也互相吵架了 搭工了 我的客服就这样瘫痪了 所以很多管理的问题导致整个的 换句话说就是一手好牌 让我们打成稀巴烂 用了一年的时间才赚了这样一点钱 还不如我去外面打工 那最终总结到来呢 就是最好一个状态就是 自大把一大部分利润分出去 给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 就像我当初第一次合作这样 他们全部都把我生产后 刻上我的名字 虽然我卖一个阅读书价才几十块 但是我赚的钱超出了 我卖个一百多块阅读书价 各位千万不要再说什么 我卖阅读书价很贵的 我明明可以卖个六十多块 我赚的钱还远远超出 我卖个一百多块 但是后来我觉得 还是要卖个好的产品 好的质量给各位 那anyway 总之就是一个最大一个教训 我希望各位如果以后呢 你们在你们道路 也要去创业还是什么时候呢 也可以需求个教训 不要想着所有的钱 都自己一个人赚完真的 把一部分的钱分给一些人 专业的人 我讲是专业的人 让他们去帮你 赚更多的钱 这样子是我所取得很大教训 那后来我卖完了 当初我把我所有的库存清完后 我就没在 我也没想着在创业了 因为卖自己的产品 其实很累的 那一直到呢 一年多以前嘛 就这样找上我了 那他成立了一个这样一个公司 专门去帮网红去浮化 他们的产品了 一个这样一个公司 也拿到了融资了 我就是他的第一个合作 一个网红了 那他找上我了 我跟他关机特别的好 那我就说好吧 那我就支持你一下吧 所以就有了这本 打天下日成本了 后来跟他们合作后呢 我就发现到 这样子真不愧是 剑桥大学 但他的整个公司呢 一句话就是 专业 非常的专业 我不需要去理会太多的东西 啥都不用管 而且他们是可以做到 当天下单 当天发货的 他们真的比我专业多了 这样子真的是太牛逼了 后来就把这本 打天下日成本卖给各位 后来就发现到 我收到反馈全是正面的 没有任何负面的评价 那我也相信 有买到这本 打天下日成本的战士们呢 一定都不会后悔 我为什么说一定 因为他对我的帮助 真的是太大了 所以我非常有信心 他对你们的学习 或者科研生涯 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 那接下我也要采取一个活动呢 就是有买了这本 打天下日成本战士们呢 请在这期视频下面 赛上你们的图 并且附上他们对你们的帮助 到底有多大 那我将会自套要报 筛选出两个 把这个阅读书架送给你们啊 所以有买 打天下日成本战士们 记得要留言哦 那这次这个阅读书架 也会有很多评价的 鼓励品的一些活动啦 那具体详细你们可以看 天猫淘宝 或者是这个 京东下面的产品介绍 我会抽取10个幸运儿 发送一些定制视频给你们的 那这次也会像上次一样 买了这个阅读书架里面呢 我将会我已经塞了10张名片 那上次也有好多战士们 加上了我的微信啦 那这次也是一样 我也塞取了10张幸运儿 不过这一次 可能采取比较特殊一点 抽中的幸运儿呢 我将可以让我定制一些 鼓励你的话 我想对你说的话 发送给你们的东西 也可以加上微信 所以各位这期视频就来到这里了 希望这期视频 各位也能学到一些东西 那我们也一起用上我们的 打天下系列产品 那继续一起打天下啦 那其实我现在真的很忙 我要赶紧剪了视频发了 然后我就去跟我的科研了 我们废话不多说 感谢各位一直以来支持啦 拜拜 好啦那对于YouTube上 海外的战士们呢 那其实现在 无论是淘宝也好 或者京东也好呢 他们对海外的运输 已经是非常成熟了的 所以我想了一段时间后 就决定 还是不需要找一个待购了 那现在你们只需要 少了一下二维码 或者点开链接呢 无论你需要淘宝 或者京东都好呢 你们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都是可以支持任何海外支付 甚至马来西亚战士们 也可以使用Touch&Go进行支付的 那这里你只需要在你的 收货地址 选择的你海外的地址 比如说我选择我马来西亚地址呢 它就会直接跳到 这样官方机运的画面了的 那你直接选择这个送货上门呢 它就可以直接跟你们 送到我们海外的家了 那在这个官方机运标准空运这边呢 我们是可以更改的 有空运还有经济海运 那海运就会时间长一些 那以我自己的经验呢 海运其实差不多要到三周到四周 接近一个月的时间来送到 那空运呢 到你机运航之后呢 其实只要一周就可以寄到来马来西亚了 然后其实就那么简单 点击支付就可以了啦 那值得一点注意的 就是这个是机运 那机运呢 它会先从国内 就我们的厂家这边会发到一个 在好像是佛山那边的机运舱 那到达机运舱之后呢 你们在你们的查快递那边呢 就会有显示一个合并转运的按钮了 这时候点击你的合并转运 那如果你除了买月度数价以外 你也有同时在淘宝买好多东西 你就可以点所有已经到达机运舱的包裹 点一个合并转运 他们转运舱就会把你所有的包裹打包在一起 然后无论是空运或者海运就送到你家门口了 现在已经是非常方便全球的人送到了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